第708集 安南将军 歼免北诸军军事梦观 叶观星象认为 子宫地做没有其他变化 那么司马伦一定不会失败 于是就为司马伦顽强防守 司马伦和孙秀听说 司马等三亲王新兵非常恐惧 伪造司马给朝廷的表奏说 不知是什么强盗突然包围了我 我懦弱无能实在是无法自保啊 祈求朝廷派进军救援我 让我苟且保住性命 能够回到朝廷领罪 司马伦等把这份伪造的奏表 在朝廷内外四处展示着 又派遣上军将军孙甫 折冲将军李延 带领七千兵族出延寿关 派征禄将军张宏 左军将军蔡黄 前军将军吕和 带领九千兵族出板关 派镇军将军司马亚 杨威将军莫元 带领八千兵族出稿关 用以抵御司马 派遣孙秀的儿子孙慧 都帅将军士奇许超 带领三万素卫兵来抵御司马颖 宣召东平王司马为魏将军 监督各支兵马 又派遣经兆王司马父 广平王司马前 带领八千兵族 作为三支兵马的预备后援 司马伦 孙秀 日夜祈祷 用诅咒制胜的法术 祈求鬼神 降福保佑 让南乌占卜之后 确定作战的日期 又派人穿上羽衣到松山 乔章打扮之后 自称是先任王乔 写信说 司马伦的地位定会长久 想以此迷惑中人 润月初一 出现日时 从正月到这个月 五个星在白昼出现 位置错乱 失去规律 张宏等人攻占杨宅 与齐王司马交战 多次打败司马 司马驻扎在影音 夏季四月 张宏乘胜进逼司马 司马派兵迎战 司马伦的各支军马 都没有变化 而孙府徐健所率部队 夜间出现变乱 就直接逃回洛阳请罪说 齐王兵势强大 势不可挡 张宏等人已经全军覆没 赵王司马伦大为恐慌 对孙府等所说的 灭而不宣 急忙赵他儿子司马 前级许超回来 这时张宏 打败司马的战报到了 赵王司马伦 这才又派司马前 和许超带兵回去 张宏等人率 各支兵马渡营水 攻打司马的兵营 司马出兵 打败了配合张宏 主力行动的 孙毛 司马谭等人的军队 张宏等人也就退却了 孙秀等人却造谣 宣称已经击破司马的兵营 活诛了司马 还让文武百官前来祝贺 成都王司马颖 索步前锋到达黄桥 被孙慧 士齐许超的军队打败 死伤一万多人 士族们都感到震惊恐惧 司马颖打算撤退到朝歌防守 卢志和王燕说 现在我军失利 敌人刚刚得志 心里轻视我们 我们如果退缩 士气势必会受挫 士气衰弱下来 就不能再用了 再说 打仗怎么能没有胜负呢 还不如另选精兵 昼夜赶路 打他个措手不及 用兵就是应该出人意料才好吧 司马颖采纳了这个建议 司马轮奖赏黄桥之战的 有功之人 士齐许超和孙慧都掌握符节 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利 因此他们都不听从对方各制一词 军队政令不统一 又倚仗着出战告解 所以就轻视司马颖 没有设防备战 司马颖带领所属各支兵马袭击他们 与他们在水这个地方 展开激烈战斗 孙慧等人惨败 临阵而逃 丢下军队 向南边仓皇而逃 司马颖乘胜追击 渡过黄河 自从司马等人起兵 朝廷文武百官 以及进军将士 都想诛杀司马伦和孙秀 孙秀非常胆怯 不敢离开中枢省 等到听说河北的军队战败 他们的心情全都十分忧郁 愤懑不平 七上八下不知所措 孙慧 许超 士奇等人逃回来后 与孙秀商议 有的提出 要聚集剩余的兵力前去交战 有的提出 焚毁皇宫殿堂 诛杀不听从自己的人 挟持司马伦南逃 投奔孙和孟冠 有的还提出 乘船东行入海 但没有商议出结果 初期 左卫将军王瑜和尚书广陵宫司马 带领七百多兵士从南叶门进入皇宫 三部司马在里面为内应 在中书省向孙秀许超 士奇发起攻击 把他们全杀了 后来又杀了孙习孙秘 以及前将军谢等人 王瑜在云龙门助手 召集朝廷八个部门的高级官吏 全部进入宫殿 让司马伦下诏书说 我被孙秀等人所害 因此激怒了三亲王 现在已经诛杀孙秀 要迎接太上皇恢复皇位 我自己愿意告老还乡 传召官命令将士解除武装 宦官把司马伦从华林园东门带出 和太子司马一起都送到文阳里府地 派遣几个武装兵士到金英城 迎接会地 百姓都呼喊万岁 会地从端门进宫登上宫殿 大臣们都跪拜叩头请罪 赵令把司马伦司马等人送到金英城 广平王司马前从河北回来 到达九区 听说朝廷的变故就离弃军队 带几十人回到了自己的府邸 初九宣布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永宁 赵次臣民居饮五天 分别派遣使者去慰劳司马等三个亲王 梁王司马荣表奏 赵王司马伦父子凶暴叛逆 应当处死 十三日派遣上书圆场持福节 赐司马伦死 拘捕他的儿子司马司马赴司马前司马义全部处死 文武百官中 凡为司马伦任用过的全部贬斥罢免 台省府为各部门留任的官员所剩无几 当天成都王司马营到达 十五日 河坚王司马到达 司马营派赵湘石超到阳宅去帮助齐王司马 讨伐张宏等人 张宏等人全部投降 自从战事爆发六十多天 有近十万人在战争中丧命 接着在东市杀张衡吕和孙毛 采皇自杀 五月 诛杀易阳王司马卫 襄阳太守宗代 遵照司马的习文杀孙 勇饶也令空洞机杀死孟官 并诛杀孙孟官三足 立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 六月初二 齐王司马带领部众进入洛阳 军队在通章署停留 全副武装的兵士 共有几十万人 阵仗浩大 威震京都洛阳 十五日 大赦天下 重新封兵徒王司马燕为吴王